大家好,今天我会说中文,所以更多的中国人可以知道我说什么事情。 那今天的话题是在你的生活中怎么找到你自己的目标。 很多人向我咨询,他们总会说, 哎哟,Ben,我的工作很烦,很无聊,我过得很不开心,那我该怎么办? 这个时候,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,这个问题很有帮助。 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和足够的钱,并且永远不会失败,那你最想做什么?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。 当我年轻的时候,我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。 为什么呢? 那是因为我也有心理障碍。 我以前的心理障碍是我觉得自己不够好。 没有足够的钱和时间,通过问自己这个问题,能帮助我克服自己心理障碍。 然后呢,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的未来。 就这样,我可以一步一步实现我的梦想。 我也鼓励大家这样做。 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你的答案。 然后呢,你得立刻行动起来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的时候,给我一个赞。 然后呢,我会更努力做中文视频。 저는这个视频的时候,喜欢这个视频的时候,正面对可以做出事。 我们的视频就能看来讲ativo。